敲盤看看股票 股市大戶张松韵桌上还有摆放皮手招财 就是希望股市能好一点 不过这次台股万点 大户们早就获利了结 甚至不进场 那这一次其实最主要是 涨的都是几乎都是外资持股 比例非常非常高的股票 所以这样子来讲的话 其实就国内的投资人 受益的其实很有限 期货天王张松韵过去20万起家 在股海中一路赚到20亿 如今冷静看台股 不追高甚至脱手卖出 有的股票从高股息转到低股息 这次指数一度重破万点 大户似乎没进场 原来就是因为5月将报税 两税合一上路 忠实大户就怕被課中税 不敢大意 算一算如果1000万股息 过去可抵扣税额300万 佼将税金只要280万 但现在可抵扣税额减半 税金变成380多万 租租差了100多万 难怪股市大户对万点已经无感 个人是属于那种高税率的 那这个部分的影响 其实蛮大的 台股27号三度冲破万点 28号一开盘再冲一次 最高来到104点 大盘在万点之上 只停留约5分钟 随即震荡翻黑 接下来获利卖压出楼 最后跌16点 收在9956点 成交量1169亿元 外资再度大手笔 买超台股109亿 连续4个交易日 累计买超达1000多亿元 虽然又见到一次万点台股 但是投资似乎很无感 过去万点股民赚钱 出手大方 各行业都兴盛 如今的万点外资操盘 还是有不少股民主套房 出手不如一望 不再出现全民风埋股 可以说是最冷静的一次股市万点 记者王宗翰 邱子玲 台北采访到